早年我住在美国加州的时候 我们邻居都是当地的美国人 我在那里住了两三年 大概是一年之后 邻居就打听 打听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不是他为什么打听 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快乐 换一句话说了 他就发现了 他自己的日子过得很苦 为什么我们这么快乐 如果你再要留意一点 我们这般人不老 后有车车车车车车 他感觉很讥讶了 不容易衰老 长生欢喜心 发喜充满 慧能大师建吴祖 他就跟吴祖说 弟子心中长生智慧 你看多令人羡慕 我们一般人要看到祖师 一定说弟子心中长生烦恼 所以说你自己修学的沉洁 都在你面孔上 都在你身体上 不在别的地方 用不着说话 看到你的形象 就晓得你修行有什么功夫 然后看到你 你的谈吐 你的举止 自自然然 就让人尊敬 幸福 这个就是度化众生 对吧 对 就是 感谢观看